靜坐 幾乎就可以跟所謂的修行 所謂的佛法畫上等號 當然這是靜態的 如果沒有透過靜態的體驗 靜態的培養 說要在洞裡面能夠定慧 雙韻 其實是沒有條件的 一定是在靜裡面先去跟定能夠相應 因為靜到底就是定 所以靜坐 一樣的我們說行柱坐臥 很明顯行它是動的 住是站 坐 握是躺 所以這四個姿勢裡面 躺了很容易就睡著了 那站著呢 其實我們曉得一般 雖然你能夠力如松 但是站著那種腳底還是吃力 然後全身還是不能夠持久 所以就四個姿態來講 還是以坐為最穩當 而且最持久 當然我們剛剛說睡 那當然持久 我想我們一般人一睡 就八個鐘頭的人很多 但是能夠坐八個鐘頭的人不多 或許我們會認為我們上班都在坐 但是你的坐是起起落落的 就有時候起來走一走 然後真正連續坐不會坐八個小時 而靜坐的坐跟一般的坐還是有很大的差別 所以我們說從抉擇上行住坐握 這四個姿勢當然以坐為最穩定 那進一步再來 就是說四種姿態 我們選擇坐的姿態 再進一步 要怎麼去坐它 佛法都是要應用最精要的東西來培養 等培養出那個體驗 曉得掌握到了很簡單 就是說我們洗臉 那你洗過那個很清淨的水 像泉水 我這一次也有去那個拉牧寺 拉牧寺就是天女寺 天女寺那個泉水就在他們寺廟的後面 剛流下來的血水 那真的是很乾淨 就完全沒有污染 那你如果去洗過那個水 然後你再洗自來水 你喝過那個真正的甘甜的泉水 然後你再喝自來水 當然一喝就曉得 這個差太多了 所以什麼東西其實都要進一步探討 不是我們執著 而是清楚了別 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好的 那先掌握到這個 你就不會被壞的騙了 你要說那個壞的是好的 你心裡面就很清楚 這怎麼是好的 不是執著而是了別 那你人在台灣 你不可能要去喝那個白龍 那個叫白龍的血水 你不可能去喝那個 但是你到那邊 你就可以去受用它 垂手可得 所以修行當然福報也很重要 那所以學法也是一樣 你學過那個真正的高法 高法就是比較究竟的法 那在講這些有的沒有的 你根本就聽不下去 講那個有什麼意思 是一樣的 我們要靜坐 那就要用最好的道理 跟姿態跟方法來做 而不是只是靜靜地坐在那邊 那個圖有其表 沒有真正的內涵 因為靜坐 它是有積極意義的 積極意義就是能夠做斷妄想 更積極的意義 能夠做見本性 如果坐在那邊 那對付不了你的妄想 你做它幹什麼 所以真正的佛法裡面 都一定有它的實用的 還有智慧的方法的部分 這個一定要懂 你不懂的話 當然是有在修 但是講不好聽 不是事被公辦 就是盲修下練 修半天沒什麼用 所以一樣的 懂得正確的方法 它就可以顯現出 這些方法的作用 不懂方法的 不受學的 就學半天還是沒有學進去的 一看就曉得 因為你永遠都沒有變化 坐著還是一樣打瞌睡 坐著沒有幾分鐘被救脫了 脫久了以後 那你就沒救了 你的身體如果脊椎已經側彎了 那大概就沒什麼救了 你要救就很難 但是我看現在大家其實都還沒有嚴重的病 也就是說還在可調的範圍裡面 千萬不要等它有問題了以後才想調 好就好像我們身體已經壞了以後 才開始在吃健康食品 有的沒有的 那其實都已經太慢了 真正的健康的食品 就是沒有分別的食品 而不是它有多少營養 現在我們都搞錯方向了 什麼有機啊 那沒什麼用的 沒有什麼用 如果有機有用 古時候的人都有機啊 為什麼都活得那麼短 現在人都是吃這些化學的 現在人都活得比以前長 所以那個不是根本的道理 那個不是根本道理 根本的道理是你的心很清淨 沒有分別 清淨沒有分別就沒有煩惱 沒有煩惱就沒有污染 沒有情緒 身體就不會有的沒有的 心裡也沒有那些有的沒有的 我們所有的癌症都是來自心裡面得了癌細胞 叫精神癌 先有精神癌才有肉體癌 我爸爸本身也得了癌症 我爸爸本身也得了癌症啊 我知道啊 他就是太有原則 容易生氣 生悶氣 所以才會有大腸癌啊 他對自己要求很高啊 所以很多東西就是說 一個太嚴謹的人 不見得對自己有什麼好處 我們要對 但是不需要嚴苛 要對 要放鬆 要自然的端正 不需要刻意的 因為我們知道 那時候小時候吃飯 是完全不能有聲音的 做魚子 屁股一定是只有做一點點 就當兵那樣子在訓練 但那樣的訓練 對我們也是終身受用無窮 但是很明顯的 對當事者 他就變成一個壓力 所以我是覺得 學佛其實就是要超越這些 要超越這些 超越這些不是不對 而是在對裡面 然後放掉了那些 太過度的要求跟執著 這樣才好 不要求不是不對 要對 但是不要抓得太緊 我們會有很多好人 很多很棒的人 就是這些社會裡面的 正面的人 其實常常犯的毛病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讓自己不知在 甚至讓自己身體出狀況 完全沒有必要 那一樣的 身體要健康 心理一定要健康 健康的心理 就是不分別的心理 天生萬物 只要可吃的 哪一種東西沒有營養 都是同樣這個大力 同樣這個日月在加持 怎麼會分別那麼大 其實沒有 沒有 這真的是我個人的經驗 你說我都吃什麼 我吃的比大家好嗎 完全沒有 人家說這個有營養沒營養 我都把它當屁話 因為在我心裡面根本就 沒有什麼這個比較有營養 那個比較有營養 吃了就用感恩的心吃 就是這個樣子 做事 哪一件事情有意義沒有意義 其實也不需要分別 值得做應該做就做 沒有什麼做這件事情功勞比較大 那件事情功勞比較差 做什麼事比較高尚 做另外什麼比較低下 完全不是 這個其實都是我們從小 甚至可以講 累生累劫 訓練來的分別習慶 那只會讓我們難過 不會讓我們灑脫 學佛就是要做斷一切妄想 曉得那一切的分別通通是妄想 一起心都念 就放 那放是明辨 但不要產生情緒 我不想你為什麼老是要來干擾我 那情緒就上來了 那你必須懂道理才不會起情緒 我們累生累劫 訓息來來巴士田的種子 它不起現形 那怎麼辦呢 所以那麼無窮的種子起現形 也可以無窮的 有無窮的現形可以起 你怎麼可以去抑制它 叫它不生起呢 既然它是必然 你生氣幹嘛 但是生起來以後 你怎麼處理它 這時候就是你的修行 修行是開始有動作 才叫修行 都沒有動作修什麼行 就叫無行 不是修行 所以千萬也不是 就靜靜的 只是靜靜的坐在那邊 絕對不是 絕對不是 所以 我們一定要懂得 怎麼靜坐 那我們早上也講過了 修行就是改變 生口意的行為習慣 那生口意可以細微到 那就只談默契明典 可以簡化到 因為身體健康不健康 就是你的養分精神 他輸送到全身的時候有沒有障礙 那靠什麼在輸送 就靠賣 所以以現在科學來講 就叫神經系統 那個就是賣 那當然更粗的就是像我們的血液 像我們都可以看到我們的血管之類的 但是事實上沒有血管的還是一樣有神經在穿透 這個就賣 只要哪一個神經像我們微血管很小爆了 那一樣這個氣就不通了 事實上我們全身很多地方隨時都在受傷的 隨時都在新陳代謝 那我們修行就是要把它調柔 柔的話就不容易損傷不容易斷 可以保證氣可以變滿全身 氣就是把我們的名點把我們的養分能夠變滿到全身 所以賣是氣的管道 點是氣所要送的真正的內涵 所以我們所教的靜坐方法叫 譬如七支靜坐法 也是譬如這那佛所傳下來的靜坐的七個要領 七個要領的靜坐法叫譬如七支坐 那這裡面包括前行正行跟後行 那前行就是靜坐之前對身口意 就默契明點的整個意備性的去把它喚醒 或者收射或者把它操作一下 讓它準備我要靜坐了 也就是說靜坐之前的準備動作 也是一樣運作你的默契明點 那在這裡面就有三個過程 第二過程就比較粗的 比較誇張的去動你的默契明點 所以第一招就叫做 抖身大哈三身 那怎麼抖身呢 大家現在很喜歡養寵物 你狗要幫牠洗澡的時候 你就突然用一個水往牠身上一沖 你看牠怎麼抖身 就是那種抖身 全身甩動 那大哈三身 大哈三身就是要把身體裡面的氣 把它吐出來 抖身 然後大哈 一面抖一面哈 那它抖一次 就哈一次 那這樣三遍 叫抖身 大哈三身 講它大就是用力 抖身也是用力 那我先示範一下 所有的那個就是握金剛拳 握金剛拳就把大拇指按在無名指 這個在修行裡面很重要 因為無名指指的是我們的妄想 那按著無名指的指根 就是要指妄想 把妄想降伏 所以這個叫金剛拳 手握金剛拳 按著你的膝 全身像要射箭一樣 全身充滿著張力 然後哈 就是從裡面出來哈 抖 好 你就做三次 你做得越自然越好 越帶勁 你做起來越好 一哈 二哈 三哈 抖一抖你會覺得很舒服 就把那個心 身心粗的東西把它撼動 接著呢 就三土濁氣 三土濁氣呢 就把深沉的 尤其是幾輪密輪 那個該逼 這淋巴線 那個隱藏在裡面的 東西把它趕出來 所以你如果真正的每一天 都有好好静坐 那什麼病都不會有 就是隨時保持 淨化了以後的身心 那就不可能生病 也不可能起煩惱 心清淨就沒有煩惱 身清淨就沒有病 這個才是直接的醫療 不需要吃藥的 有這種免錢的都不珍惜 那一定要去吃那個藥很貴 用愉快的心情 感恩的心情 吃任何東西 都能夠完全吸收 都可以把它的精華完全容納 你起一個分別心 好惡的心 我不喜歡吃 那要硬要你吃 吃下去一定生病 因為那個不好的思想 就已經在毒化那個食物 吃進來當然有毒了 你用洗液的心 其實一個很平常的東西 單喝一口水 都好像在引甘露 對不對 所以你要曉得 我們的身心 完全是自己在造作 自己在操弄 有智慧的人 就會把身心弄得 一個有智慧的樣子出來 沒有智慧 就會把自己 弄出一個笨蛋的樣子出來 所以 學佛就是要慢慢的 讓我們活得 像一個有智慧的生命 好 那個 山土濁氣 也是一樣 握金剛拳 這個前面呢 按進去 該兵 往該兵壓下去 然後身體呢 往前呼 呼的時候 從裡面吐氣出來 呼 好 二 二 三 這是第二層的 比較深層的 當然一樣是把裡面的濁氣 給吐出來 那都把不好的東西 進化了以後 接著我們就要引進好的東西 叫九劫佛風 佛就是有加實力 光明的 有正面能量的 風 風就是氣 就是九劫佛 九劫佛氣 那個劫呢 也可以用劫納的劫 也可以用一劫兩劫的劫 結果就是課堂 幾劫課那個劫 有兩種方法都OK 知道意思就可以 就是左三 右三 中三 那我們曉得 我們身體裡面 當然有父分 就是父親的遺傳 母分 母親的遺傳 自性 自分 是自己累生累劫的 帶來的東西 那這裡面 父分有父分的業力 母分有母分的業力 自性分也有自性分的業力 所以要靠著佛的加持力 把父親給我們的業障 把母親給我們的業障 把自己帶來的業障 也能夠清除掉 那我們這樣說 右脈呢 就是從你的右鼻孔往上 然後到達頂 然後在中間往下 往下一直下來 然後到擠下四指的地方 然後往中間 這是你的右脈 左脈一樣對稱的 這樣上來 從中間下去 然後到這邊會合 而中脈呢 就是從會合的地方 一直上來 一直到頂 這就是我們的三條脈 最具體最粗的 運行我們的智慧 慈悲 還有體性的三條脈 那接著還有所謂的五輪 五輪都又分別有不同的 三十二、十六、八、六十四、二十八 就都有不同的脈輪 就那個細的分佈 那我們就不管那麼多 因為本力則到生 就把最重要的這三條脈 給倒通了以後 慢慢的你的所有脈輪 也就跟著進化 所以 而且你修半天 最重要還是要進化自信 不管你的爸爸媽媽怎麼樣 你的如果帶來的這一份 是OK的 它影響不了你 但是你如果自己這一份 不是OK的 那你就會被影響的很大 現在我們都一樣 很強調遺傳基因 如果父母親都有癌症的病例 那你大概也就要特別小心 但事實上 同樣的父母生的小孩子 還是每一個人業力都不一樣 因為自信奋在決定 所以這個我們就講道理 你這道理你懂了以後 你就曉得怎麼修 那你如果只是一般人 那就照一般的道理來講 那父母親有病有習氣 大概你也很難沒有習氣 就是一般就是這個樣子 但是有修為的人 他是可以突破這些的 那為什麼你會有修為 你一定要珍惜 你這一份想修 也已經在修的這一份福分跟智慧 這個其實也是你累生累結 你自信這一份帶來的 那一份丟不掉的功德 所以一定要珍惜 那不管父母親怎麼樣 你好好修 你就可以回向父母親 可以淨化他們的業障 因為父母親這樣講 如果就以遺傳來講 那什麼叫把父母親的業障消掉 父母親的業障到你這邊 你消掉了 再下去沒有業障 這就把父母親的業障消掉 那如果我們只是都守著父母親的遺產 就他給我們 我們就把它保存著 那再往下傳 當然很孝順 但是傳下去到底是業障多還是功德多 一樣的你若有修 那麼在有業障裡面 但是加上功德 他就已經在轉化 所以我們從這樣來思考 會比較理想 那當然每一個生命它都是 可以說是接續的 父母親有父母親他接續的生命 那因為他跟我們有關 所以我們的所有修為的功德也就跟他有關 所以你修 父母親不可能得不到 我們不是執著那些功德 而是就以十項法界裡面的真理在探討 我們對父母最大的供養孝敬 就是自己把自己好好修好 那修好不是只是佛教裡面這些念佛什麼東西 你這一次做的行為 深口義的行為 如果都是功德都是正確的 那就是對父母最大的回報 對不對 所以不是只是一般我們狹義的說 我在學佛還是什麼 世間法裡面很簡單 你如果很有成就 那父母親一定予有榮焉 他隨時心裡面都是很滿意的 那不是供養是什麼 什麼叫不孝 隨時讓生日父母親身心不愉快 那叫不孝 所以他一想到你他就很愉悅很滿足 那這個當然是最大的供養 所以我們這些道理一懂了以後 其實慢慢的你就會找出你自己生命的定位 怎麼樣子把這個生命很善巧的很圓滿的去把它運作 這個就對父母也好對我們也好 那一樣對子女也一樣好 對一切眾生都好 所以一定要把這個廣義的佛法給弘揚開來 才不會慢慢的佛法自己消滅掉 那個佛教就由佛身中的 就獅子是由獅子身中的蟲給啃食掉 佛法是被佛教徒給啃食掉的 佛教徒包括了四眾 包括四眾弟子 那四眾弟子裡面 又以比丘 比丘 比丘寧為主 所以到最後佛法要衰亡掉 是沒有真正有功德的比丘 比丘寧 那事實上我們都是佛弟子 在我的傳承裡面 在我的學習裡面 那我們知道 其實每一個人的願力 他可能 他都是扮演佛子 他可能扮演出家 可能扮演在家 因為出家在家 其實有不一樣的功德事業 出家如果沒有在家的護持 出家修不了行 那麼我們出家接受護持 同樣我們也要在家護持出家 所以像我們頓珠法王 他就一世在家一世出家 就這樣 這個其實也是可以理解 那不管他在家出家 都一樣是大功德主 也就是說都一樣的 都修得很好很圓滿 所以一樣的 大家不要執著 我是出家 我是在家 要執著的是 我是不是真心在學佛 我是不是真心依著佛法在奉行 至於用什麼身份 那是你的願力 也是你的因緣 這樣來理解的話 你又可以很平等的 然後很開闊的 去把你不管扮演什麼角色 就會把它扮演得很好 這個就是作斷妄想 平常我們有太多的妄想 不如理的在那邊照做 那你如果真正的静坐 然後在静坐裡面去思維 慢慢這些道理 你很容易就能夠解通 好 那最後我們講久接佛風 越做越細 越做自己的心性跟佛越接近 前面從粗的身的把它甩掉 把它吐出來 然後到深層的污濁的氣 把它吐出來 到最後就來淨化 好 我們腹份 右那個男仲 腹份在右邊 右脈是腹份 左脈是母份 那這個腹份講不好聽 叫煩惱份 所以男人比較容易造惡業 那母份呢 我們叫它智慧份 母份比較不會造惡業 但是多煩惱 那個智慧沒有展現出來 就變成分別心 分別心一強 那煩惱就多 所以你種比較容易掛藍 比較放不開 比較執著 男種比較方便 但太隨便 所以很容易污染 很容易造惡業 所以我們這兩條脈呢 一邊叫污染脈 一邊叫清淨脈 這個女眾聽到這個 應該比較得意一點 女眾一般比較有原則 他比較不隨便犯錯 那男種習慣就 只要人家不知道 隨便犯一下錯無所謂 這是我們的習氣 也是我們的業力 那知道這個就要特別小心 要特別小心 那女眾知道有智慧 但是也要特別小心 不要執著 不要抓得太緊 如果能這樣 那就善用他的 你善用你的方便 你善用你的智慧 那污染就不污染了 所以也不是男眾都差 所以這邊呢 留的是白的明點 這邊留的是紅的明點 母份 就是父母精母血吧 所以這邊呢 是那個脈 脈是外面白 那裡面當然也是精嘛 所以也是白的 但是左份呢就是灰白色的 那母份呢外面白 裡面紅血嘛 那如果左份呢就變成淤血 黑力那種 那如果去什麼拍手工呢 還是什麼拔罐 你就曉得拔出來 那個都是什麼東西 黑力 那個淤血 所以我們帶進來白光 然後把這個裡面的腹份的 左份趕下來 然後從左脈孵出去 好 所以我們先按著左脈孔 按著左脈孔 然後從右脈孔吸氣 吸 然後到這邊的時候按住 然後把它擠出來 呼 再一次 吸 阿爾呼 阿爾呼 阿爾吸 阿爾呼 包括要出氣 都有技巧的 先緩 越來越急 就那個樣子 這樣才會有力量 你這樣 一下子 都還沒有送到這邊 已經沒氣了 所以一定要由緩 然後到強勁 由弱到強 好 反過來 我們按 右鼻孔 一樣 吸 按 呼 按 吸 按 呼 吸 吸 按 呼 最後 這個比較難一點 就兩鼻孔進 然後到這邊按著以後 你就用你的念力 硬是把氣逼上去 逼到頂 然後把裡面的軸分趕出來 然後到這邊以後 呼 放掉 呼氣 吸 吸 按 上 下 放 吸 按 上 下 放 吸 按 上 大 小 放 好 這樣做一做以後 我們的默契明點 基本上已經淨化到某一個程度 出的淨化已經做完 接著淨做就是要進一步細的淨化 淨化就是做段妄想 就是把所有的濁氣轉成清淨的氣的呼吸 然後賣也是一樣 從粗分到細分打通 那粗的賣不容易壞 但是現在因為業力壓力環境的關係 我們現在大部分的人都有三高 那三高已經不得了 也就是說你連粗的賣 都已經有問題 那細賣更不用說了 所以有修沒修 我不敢說我自己有修 但是到目前為止 我的血壓什麼什麼 完全正常 大概都低在七十幾 七十多 高在一百二十幾 都在這個範圍裡面 也沒有特別吃什麼 所以就是這個道理 你只要隨時用清淨的心 把生口意隨時在一個如理的範圍裡面 其實要生病是不太簡單的 我們現在就是因為不照顧他 不懂得方法 都等到生病以後 開始才在吃藥 開始緊張有壓力 其實在沒有這些大壓力之前 你已經給自己太多的壓力 只是你沒有覺察到 不曉得那麼嚴重 那一樣的 你如果連粗的都有問題 那細的怎麼辦 所以你如果現在已經有 那就靠修起行 慢慢把它轉掉 如果還沒有 一定要把握 你現在還有很好的條件 不僅僅出沒 粗的脈不要讓它阻塞 連細的脈都要想辦法把它打通 這樣才能夠隨時生 就夢能夠調柔 氣能夠導順 點能夠淨化 如果能夠這樣 你身心當然就沒病 點淨化就沒有妄想 所以 這個屁如氣之座所強調 好 接著下來 我們就是要好好來修 那當然修行裡面 慢 我們不去動它 放鬆 放鬆它自然慢慢的就是揉掉 那氣要導順 那氣才能夠把所有的營養分 所有的精神送到你全身的每一個細胞 那氣又分成五種根本氣 五種知分氣 五種根本氣就最重要 知分氣就比較不重要 其實知分氣就地水佛風 五種氣 那五個根本氣呢 有所謂喪行氣 什麼是喪行氣 胸 腔以上所映轉的氣 那你就曉得它包括了很多東西 講話 講話 思維 這個都屬於喪行氣 這喪行氣如果能淨化的人 它思想有序 口條有理 講什麼講得清清楚楚 想什麼想得清清楚楚 所以喪行氣跟我們的智慧很有關係 所以你當然要把它淨化 要把它淨化 然後接著第二個氣呢 叫做命根氣 又叫持命氣 持命氣呢就在你的心 那持命氣跟我們的智慧 真正的智慧有關 跟我們的情緒有關 跟我們的情緒有關 跟我們的生命的長壽有關 智慧的高低有關 身體的健康與否有關 也要跟你的生命 跟你的生命有關 那這個叫持命氣 在心 在心臟這個地方 那第三個叫做平住氣 也叫等住氣 另外一個名字叫火等氣 火就是地水火弄火 所以這個氣很明顯 就是屬於我們身體裡面的能量 熱量 它保持我們的體溫 保持我們的身體 隨時在一種比較健康有能量的狀態 這叫平住氣 保持你身體健康的氣 所以它是屬於暖的熱的氣 第三第四個叫變形氣 變形氣它走遍全身 把所有的養分送到每一個細胞 能夠讓我們的手腳能夠運作 全身所有動作都靠這個變形氣 那最後一個叫下行氣 下行氣就是在幾根密 它比較屬於傳宗接代 排泄 這一方面的氣 那這個氣如果濁的話 有些人 比如說有些人他就沒有辦法受孕 沒有辦法傳宗接代 這個大概都屬於這一方面下行氣的時候 那個不夠健康 那有些人便秘啊 什麼痣 這個都屬於下行氣不順暢 所以久而久之它就會堵塞 就會有狀況出來 那男人如果比較健康的 那到最後你如果不夠清淨 那可能就會攝護腺啊 什麼這些癌症也會產生 那我們女中的話 什麼卵巢病啊 子宮啊 什麼這些 都是因為下行氣 不夠清淨 所以我們修行就是要把這五個根本氣 把它淨化轉化 讓我們的身體 頭腦隨時很清楚 心情隨時很好 全身很活躍 然後到處都沒有障礙 所以你就曉得 這譬如七之座 其實是有很大的入室的功德 就是我們這一生 只要好好的每一天修這個靜坐法 那我們身跟心都不容易生病 這個是消極的說 積極的說 我們剛剛講過了 如果上行氣弄得清淨了 你既有智慧又能夠變才無愛 命跟氣修清淨了 你的自然會長壽 你的生命隨時就會很健康 很有智慧 那瓶住氣呢 就會讓你有那個所謂的灼火啊 有很大的能量啊 然後那個變形氣就會讓我們隨時很活躍 精神充滿 那下行氣呢 一樣的 會讓我們 下行氣我們曉得 道家有一句話 念經化氣 念氣化神 念神還虛 由虛入道 然後 就到最後 這個東西就進入一個清淨的法界 把這五個氣都轉了以後 你慢慢的就能夠所謂的 震得宏光深 所以為什麼 譬如七之座 這麼樣子的有力 譬如七之座 我們曉得 譬如遮那佛 就叫大日如來 便智如來 便照如來 所以你憑這一股能量 能夠證得宏光深 你如果這個靜坐做得好 到最後可以升起著火 然後能夠產生最高的智慧 沒有障礙的智慧 到最後就可以把這一期生命結束的時候 就因緣已經圓滿了 那就讓它化入空明裡面 就震得宏光深 都可以做到了 大家要好好下功夫 絕不騙你們 好 接著我們 因為我們的傳統裡面 我們曉得 登珠法王的弟子 震宏光深的多的事 很平常的事 在貝媽貴 就蓮花溝 登珠法王的 他出生的地方 那個地方 很多人都很自然地就 震宏光深 因為基本上 就整個都是 有修法的氛圍 有清靜的傳承 當然就比較容易成就 好 接著我們就來講 譬如七支 就七個部分 你要注意到 首先就是家福 第一支家福座 第二支 急直 脊椎骨直 然後肩張 頭為伏 然後手等持 自己下 頭為伏的時候 含牙喉結 然後 裡面的舌頭 舌底善鵝 善鵝就是善牙齦 舌頭輕輕地 碰觸在善鵝 不要用力 不要用力 你一放鬆 它自然就會輕輕地捲上來 輕輕地碰觸你的善鵝 這個是屬於 身的重點 等持 那個 家福座 急直 尖章 頭為伏 寒牙喉結 舌底善鵝 就這個樣子 七個 所以我們說七支就是你的 可以一個一個覺察到的 你一定要把它覺察到 還有就手等持自己下 就剛好有七個 那接著呢 我們就呼吸 就不管它 不理呼吸 那意識呢 一樣 知道 不理會 知道什麼 你不能想過去 過去不思 你的想法屬於過去的 不行 那個想法不現實的 再計畫未來的 不行 過去不思 未來不穩 那現在呢 現在打什麼妄想 現在不理 不理會 所有的想法通通妄想 這是第一招 你一定要覺察到 不要讓你的想法有道理 不要以為你的想法有道理 首先先這麼做 這樣才能夠慢慢的 不是你主動的想 而是你只是覺照它 覺察到它在想 它在打妄想 它在起分別心 它在顛倒 不是你 那久而久之呢 你業力就變成它不是我 既然是它 你就接著就可以不受爆 這不是不負責 是真正的突破無明的我 過去因為無明 以為這些是我 現在你曉得 真正的我是這個清清楚楚 自自在在的這個東西 不是那些完全做不了主的 怎麼這麼快 這麼快 好嗎 我看 有時候為了要把它講清楚一點 那時間都不夠用 那不把它講清楚 我發覺還是有很大的問題 我已經這麼囉囉嗦嗦的 不斷的講了 還是有人完全學不了 不曉得是我沒有講清楚 還是他根本就不想聽 所以一點都不清楚 這個讓我很傷心 弄半天一點都不進入狀況 事實上你還是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有沒有進入狀況 跟你有關跟我無關 我只能盡我本分的 說我該說的做我該做的 至於你怎麼認為那是你的事 你怎麼受用也是你的事 我們一定要知道這個道理 你起了一個厭煩的心 那其他通通進不來 你起一個好藥的心 一點點好東西 你都可以真正的受用 你起厭煩的心 甘露灌頂也灌不進去 不僅僅灌不進去 可能灌進去後變成毒藥 不是甘露 因為你起的不應該起的心 所以真正要修持 隨時一定要把你的每一個 起心動念看顧得很好 很小心 這樣才能夠慢慢的真正的修行 把不對的行為 把不對的行為 改成對的行為 把對的行為 變成圓滿的行為 只有圓滿才能解脫 就好像果實 那水果等它熟透了 圓滿熟透了 它自然解脫 那如果還沒有圓滿 就掉下來 不是有蟲 就是裡面有病 所以修行一定要有正確圓滿的觀念 而且有正確圓滿的行持 有正確圓滿的功德 這樣到最後才能圓熟 才能解脫 好 我們還是休息一下 下次下回再續 我們不吃不喝 其實有很多的方便 就是你就不用上廁所 所以其實也可以 完全不動的 就從第一支箱 一直坐下來 都可以 但是現在不要這樣勉強 這樣你會受不了 給你起來動一動 你都受不了 何況是坐著不動 那我們的老師父 他就是這個樣子 以前參加內觀禪 果安卡的十日禪 在我們這邊半山旗 老師父也上去 他有沒有學到 我不曉得 但是他上去就耍寶 一上去一坐 就坐到人家都走光了 他還是在那邊坐 所以那個教的人覺得很不可思議 怎麼有人從頭坐到尾 那他們其實是一天 修好幾支箱 但是事實上 大家都比較短暫 他規定你怎麼樣 你就一定要怎麼樣 規定你起來 你就要起來 所以一樣的 那樣子的訓練 當然很容易掌握到 那個指跟觀的要領 包括全身的掃描 包括去觀那個sensation 就任何一個點 他的受 他的感受 很容易你會發覺以前 發覺不到了 現在都觀察到 以前完全不知道 現在可以親切的體驗觀察到 當然你會覺得很有很受用 有很明顯的進步 那反過來講 我們漢傳的 有些人很能坐 但是你問他 你剛剛坐了好幾個小時 做什麼 講不出來 很舒服 很清安 很自在 其他大概就不能講 因為沒有內容可以講 所以這個量跟值 一定要質量並重 才好 那值就是每一個當下 你了了分明 清清楚楚 量就是穩定的 在那種狀態 持久 如果這兩個都有的話 那定跟會 就在每一座裡面 就在成就 所以 我們的功德 其實都是從這樣 不斷不斷的 在每一個當下累積來 久而久之在 你每一個當下 都可以呈現你的功德 所以我們才會講說 你到底是什麼 你就是每一個當下的 身跟心的顯現 那好不好呢 那就看你的 看你的 所以真正修的好的 不會回憶過去 不會期盼未來 不會執著當下 這樣不是解脫的生命 還有什麼是解脫的生命 所以這個基本點 這個基本觀念 一定要掌握到 隨時這樣修 隨時這樣修 那個回憶過去那一念 是種子起現形 對不對 你又想到過去了 就過去的種子又起現形了 我們知道不行 放 那未來很明顯是妄想 想未來也是過去的 種子的一個招感 他期盼未來要怎麼樣 這又是妄想 丟掉 現在不是過去也不是未來 現在在理會當下的 建文秀長覺知 雖然是屬於限量 但是很明顯 你的心已經起分別 又不對了 所以 現在不理 現在不理會 不是什麼都不知道 而是僅止一知道 只是知道 叫做政治 只是看到 叫做政見 這裡面不加入任何的想法 那隨時保持這樣政治政見 就要保持正念 當下的心 就是保持政治政見 這叫做政念 所以這幾個其實你要把它搞懂以後 你就隨時 真的就像一面鏡子 就像一個很自在的空氣 到處流動完全沒有障礙 像一面鏡子 什麼都照得清清楚楚 一點都不污染 所以 這都只是打比喻 但是這比喻其實很親切 因為你那一份能夠照見就跟靜止一樣 是禪在叫的聲音 很清楚 現在這電風扇有在轉動的聲音 風吹來都有聲音 你很清楚 那份清楚就跟靜止在照見一樣 正知正見 完全不扭曲 完全不執著 完全不掛碍 不需要生 不需要滅 不需要爭 不需要撿 不需要來 不需要去 不是一 也不是一 這中道 其實還是在講我們的自信 所以 把這些融灰灌通 以後你會覺得 修行好有趣 我們生命能夠存在好莊嚴 好殊聖 這樣殊聖的生命 還有什麼好瓜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值得求的 你還要求什麼 所以真正懂佛法 你當下當生 就可以完全的受用 不用等來死 怎麼會把這個世界 看成污濁的世界 怎麼會去期待 完全看不到 想不到的淨土 為什麼不顛倒一下 現前的世界就是淨土 那離開 覺知的世界 其實是沒有意義的世界 這樣一想 你就隨時都在淨土裡面 就落實 在生命的當下 活的生命的當下 這是真正活的生命 來世是妄想 跟你無關 那你如果要把來世的妄想 變成現實 那你就必須把現在 變成來世妄想的現實性 意思也就是說 你希望極樂世界 那你現在就必須從你的 身口意裡面去體會 去顯現 這樣才能保證 因為巴士田裡面 有這些種子 有這些訊息 到時候 這一氣不來的時候 這一股強大的力量 穩定的訊息 就把你帶到那個世界裡面去 所以你這一生不修 你要去哪裡修 不現在好好的像翁夫 所以不要只是停留在一些 很單調很無聊的 很簡單的一種修辭的內容 那個不對 一定真正的要讓他有內涵 一定要讓他有內涵 心靜則國土靜 心生則種種法生 你存什麼心 就生什麼法 所以 這不算課 是因為我們在閒聊 課間的閒聊